卷尾骨,那么把尾骨完全像卷花一样,完全卷 那么尾骨不卷呢,这个尾骨上没有力量 那么很多的朋友就问了,这怎么卷法 好,我在背后对着大家一下 你看,我开始卷不起来,这个尾骨一点力量都没有 怎么卷呢,它有的时候是借屁股,这个叫借屁股 这是错的,我们一般提出什么呢 你先夹屁股,夹住屁股呢,这个尾骨就自然完全走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的是用夹屁股的力量来代替尾骨的力量 这个时候就容易上手,就容易这个做成功 好,等到你一旦做好以后,这个时候我会把屁股的力量送掉 这个时候屁股是输送状态来卷它 那么卷到位置以后,再加一把劲 那么这个状态来讲呢,就真正的做到把力量使在尾骨上 那么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那么张转状态来讲,你为什么叫你扒肠 我这地方都没有力量,你怎么扒 你扒不了,这是第一个 所以说,你把尾骨卷好以后 你两条腿自然就渗进了 所以说,这个卷尾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转过来,用正面对着大家 在卷的时候,尾骨往前卷 好,你看,入围瘦,轻轻地瘦一下 我们不要求七关键用尽 七关键随着你的卷尾骨状态 你卷尾骨捡起来以后 这个七关键它自然的放松状态就往前走了 但是它既放松状态 同时,也就是七关键里面有的力量 你有力量,这个七关键还会疼吗 七关键不作为支撑,而作为一种 它在运动的状态之下,所以说 它是不会受到损失,任何损伤 千万要记住啊,不要开巴子 都不要平行 一定要跟七关相对应 所以这个状态请围攻呢 你对七关键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不可能说把七关键捡出问题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